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猫曲 欣怡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这一个礼拜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比较特别 因为其实它在台湾已经绝版了 但是我其实在想说 我们介绍的书 不一定是最新的书 或者是最红的书 我其实想要介绍给大家的书 真的是我觉得它对我的生活 或者是我对人生的看法有一些影响的书 那这本书我们家有很多本 因为那时候就是怕它绝版 所以买了很多本 他果然就绝版了 这本书叫做人生别气 它是一本很可爱的小诗集 这本书为什么这么特别 是因为它是一个98岁的老奶奶的诗集 是日本的新锐作家 柴田峰小姐的作品 那老奶奶从在92岁的时候开始写诗 她已经过世了 她2013年的时候过世的 她过世的时候是101岁 然后她为什么会开始写诗 可是因为她先生过世之后 那一年她92岁 然后她65岁的儿子 就希望她可以过去跟他们一起住 可是老奶奶就 比较想要自己住 因为她儿子住离她蛮远的 大概只要一个小时 所以她儿子就很担心 她一个人在家会不会无聊 寂寞孤单 所以她儿子自己也很喜欢写诗 就说那你要不要写诗 他本来觉得干嘛写诗啊 可是后来她突然觉得就很无聊啊 所以她就想说那不然来写写看 她就写出兴趣了 她就投稿到《产经新闻》 然后就被喜欢然后就连载 这本诗集在日本卖了150万册欸 我为什么选这首诗 因为我们大 我自己现在45岁嘛 然后我妈妈已经70岁 然后我奶奶过世的时候是92岁 就是我们常都会觉得说我老了 我什么都不会 我不行我不想 可是连92岁的老奶奶都可以开始写诗 我为什么会觉得我不能试新的东西 其实老奶奶是1911年生的 他们家本来是粮商 所以她是粮商的女儿 很有钱 可是他们家到中落 所以她就去餐厅帮佣 然后又认识了她做厨师的先生 所以她的人生经历非常非常多的波折 非常多的挫折 但是她还是没有被打倒开始写诗 她说啊 不要再叫我老太太 也不要再问我 什么一加二加三加四等于多少 我们可以聊点别的嘛 我们可以聊一下小泉内阁嘛 我们可以聊一下国家的财经政策嘛 我们可以聊一下哪一个艺术家 哪一个诗人的作品嘛 为什么你只能跟我聊一加二加三加四 或者是你只能问我你今天吃饱了没 我们不能聊点别的嘛 你看92岁的老奶奶都这么有志气 然后活得非常的有趣 那我来讲一下老奶奶写一首很可爱的诗 这本应该没有收 我在其他地方看到 叫做《储蓄》 拿起我的小笔纪念给大家听 因为我其实也老了 我记忆力非常的差 她说 我在心中储蓄存的是他人的善意 变得寂寞的时候就去提取 那好处肯定超过老人年纪 不觉得很棒吗 就是我们在心中会储存的东西 到底是对别人的怨念 还是别人给予我们的善意 然后老奶奶就说我存的是善意啊 然后来跟大家读一下 因为她有时候会想念她妈妈 她妈妈好像也是很长寿这样子 读一下 她说 因为她是独居嘛 她说 当我感到寂寞时 会用双手捧起 从门缝照入的阳光 往脸上磨几次 那温暖的感觉 正是慈母的温柔 然后说一声 骂我会加油的顺势站了起来 就很可爱吗 就是老奶奶的自己的生活这样 我说她92岁开始写诗 她96岁写这首叫给你 不要因为不会就退缩 我在这96年中做不好的事 堆起来就像山一样高 孝顺父母教育子女学习记忆 但是我努力去做了 而且是尽了全力 你说这不重要吗 请站起来 抓住你想要的 免得留下悔恨 她就是很正向又很激励人心 我以前看过一个日本漫画 是在讲自闭症的 叫做与光同行 然后那个妈妈就在白板上 每天那个儿子要出门的时候 那个妈妈就会在白板上写着 今天也要精神抖擞喔 然后我其实常常会 因为我的工作也很忙 然后常常会碰到一些挫折 比如说书卖不好啊 然后某些我们在座的活动点约不高 或者是很多其实你会碰到非常多的挫折 可是我常常会出门的时候 也会告诉自己说 今天也要精神抖擞这样子 我奶奶92岁了嘛 可是我奶奶出门的时候 她一定会把自己打理得非常的好 她是上海人 然后她会穿旗袍 她会化妆 然后她会把自己弄得很好才出门 因为我们在家是可以软弱的 可是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要抬头挺胸啊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柴田峰的诗集 然后她也会写一些追忆过往的诗哦 她说她写给她母亲 高举风车跟在母亲的后头跑着 风轻轻的吹 阳光何许温暖 母亲回头看我的那笑容 让我快乐的长大 想赶紧长大成人来孝顺她 远超过母亲年龄的此刻我 在初夏的风中依旧 听到母亲年轻时的声音 她在回味过往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温柔 还有另外一首叫做 她其实写了很多关于母亲的诗 我想母亲应该 她妈妈应该是个很温柔的人 她才可以变成一个这么温柔的人吧 她那首诗叫做 闭上双眼 闭上双眼 看到梳着辫子 活泼的跑来跑去的我 听到母亲的呼唤声 看到天空飘摇的白云 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 92岁的现在 闭上双眼 看到我曾经拥有的世界 非常的快乐 为什么要跟大家介绍 这本《一经绝版》的诗 其实是因为从这本诗集 可以得到很多的温柔跟力量 就是我觉得人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 可是柴田峰活到一百多岁 然后她经历过的事情 她还经历过世界大战 她经历过的事情一定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可不可能 在经历过这么多挫折 经历过这么多的不快乐的事情 甚至战争之后还可以活得很天然自在 我觉得那是柴田峰在她诗里面表现出来的世界 所以就很想要推荐这本诗集给大家看 我每次都会讲说 我推荐书不是帮你们读书 是希望你们去买书 这次有点尴尬 因为她已经绝版了 但是大家还是可以在网路上找到一些她的诗 然后去读她 去感受她诗里面的世界吧 就先这样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